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虎啸人生 原本明天我就要去Awani 去度假一天了 但是临时看见那个教育部长 他临时临时临时做出那个宣布 他算是反应很快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他宣布呢 这个学校的轮半字呢 正式取消那个小学的 4月17号开始 哎呀 将其这个轮半字 一把臂涕一把眼泪 这是每个家长见到 我们城市的 城市很多都是双心家庭 全部都是心酸 全部都是悲哀 因为是这样吗 他一个礼拜有读书 一个礼拜没有读书 你要双心家庭怎么办 不是要留下来雇 不是辞职 不是失去收入 失去一半收入 严重严重影响到 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 也影响学生正常的上课 讲起来我们这里 都是眼泪都是心酸 非常非常的惨 就对了这个轮半制度 所以幸亏幸亏他取消了 他算是防疫比较快了 好过那个口罩的事情 哎哟 口罩 两年多了才在想 哎 怎么口罩没有给西令认证呢 现在才知道啊 太迟了咯 当然有一些人会讲说 那个什么 他又要A钱什么 其实你们大家要清楚啦 口罩这个东西呢 好像那个Helmet 你驾摩托带那个Helmet 没有西令的Helmet 你敢带啊 撞下去那个头整个炸掉 没有西令嘛 你带着有西令的 至少你头不会炸掉啦 最多脑震蛋啦 跟你讲啦 然后呢 有什么事情 假如你真的带着西令 那个有西令的Helmet 装在头整个炸掉 你 起路啦 输到他够里够里啦 赔啦 赔几百万啦 要在那个被剪掉的日子啦 最少赔你们多少钱啦 就是说西令认证是本来他很久以前啦 一开始有疫情 他应该要给口罩这样做的 让大家安心啦 而不是到你看拖到现在 又要邮转 又转到明年 明年都不用戴口罩了咯 你看新加坡在外面不用戴口罩 新加坡疫情怎样 一直跌啦 笑死人啦 他不要在外面戴口罩了 他数据现在创新低啊 哎呦 笑死人了 所以这个他反应太慢了 还好那个教育部的反应还快一点点 所以我们4月1号开始进过渡阶段 他今天4月17号 就全部把这个 准备取消了 好了 那么人家 大家可能就会问咯 那么学生重点怎么办咯 大家重办东西全部 只要划小 挤下一堆重点怎么办 哎呀很简单 不了嘛 今天刚好有媒体呢 特地为了这个课题呢 去做了一篇专门报道他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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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媒体独家报道啊 我就简单跟他讲一个结论 叫做一招罢了 学生有确诊 不用报告 不用通知 盖住不用讲 搞顶 OK 拉倒 给学校造成三课 那个班上造成三课 老师造成三课 不用讲 OK 没有理了 大马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啊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啦 OK 所以今天 因为最近 最近那个政府他们 那个哈迪达亚 那个他们叫华萨 那个在借院的 他们不 他们不干什么大事啊 所以这个难得 难得今天星期五有大事 那就是那个教育部长呢 宣布呢 那个轮断自取消 OK 那么 总算呢大家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啦 那么人家就讲学校有确诊诊 怎么办 就是不用报告咯 啊 所以 这个消息的恐怖 这个小学呢 不再轮流返校了 要恢复正常上课 所以双星家庭呢 已经辞职的 那其中一个已经辞职 还是听工了 还是不知道不知道 大家呢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去上班 恢复正常去工作 所以你的孩子呢 可以正常的去上课 然后可以正常的去安清班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彻彻底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关于疫情的东西呢 你看我们信州媒体做的独家 他独家的装版 他就讲到 学校呢 不再公布那个确诊的 那个人数给大家知道啊 以前啊 以前那个有一间学校中的话呢 你看那个校长会写一个通告 然后要发 有些校长还写出来的 不然就寄到报馆 给那个刀子登 那个我看我们念到 大家都会背了 是不是 本校某某班级啊 有某某学生啊 某某家长啊 在某日某日啊 确诊了那个什么 然后 然后情况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现在他学校也不写了的 基本上他都是这样子 通过WhatsApp啊 通过群啊 通知一下 哎 你班上有一个人中啊 你们要不要来学校啊 老师都这样子处理掉了 所以那个对家 很多家长来讲呢 有时候也很 shocking一下 哎呦 你这样子隐瞒啊 所以 我只是告诉大家呢 有这样子的时间 现在学校就是这样子处理的啊 那么大家有什么不满意呢 有什么呢 不是来骂我啊 记得不不要骂错人啊 去跟有关当局反应啊 大家觉得学校 是不是应该隐瞒疫情呢 哎呀 大家胡笑人生啊 胡笑人生啊 是不是 好了好了 今天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大家能够正常上帮孩子 所以正常就学校上课算是好消息 那么今天给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我在泰国的网站 我已经看到了他 他 他 讲是六月啦 啊 所以今天他说 可以提早可能五月之后呢 你进泰国呢 都不需要 那个 进去的时候不需要PCR 因为现在上飞机之前的PCR呢 泰国已经取消了 他现在接下来呢 他可能连呢 你进去之后 因为就讲了咯 一千块六百块咯 人家进不到泰国嘛 进不到又不可以咯 所以他会取消咯 所以呢 是时候 大家呢 可以呢 考虑去那个泰国的 那个旅行泰国的游玩 目前目前是这样子啊 两个地方啊 那个Banggok Banggok有点危险啊 Banggok疫情很严重 然后 再来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普吉岛 所以如果他真的这样子实施的话 所以如果他真的这样子实施的话 我很可能会在 5月 5月 6月呢 应该就会去到Banggok 去到那个普吉岛 终于出国一趟 看看一下啦 看看那到时他有没有取消了 有取消我就会 考虑要去那个普吉岛一趟 他在呢 他在那边的华人呢 他跟他 讲了 不要来哈赛先啊 整条街 倒闭到完啊 那个整排那个 以前去哈赛那些很 很弯的那些游客区的 大家全部 拉松 全部 整条哈赛街倒到完 他再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那个普吉岛是因为他去年呢 去年他已经开了那个 沙河 所以那个普吉岛 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Bangg of course 了 那哈赛这些呢 他现在还没回复正常 给他们一点时间呢 恢复之后呢 哎你们才来 不然你们来到哈赛啊 你就 你就知道疫情有多惨了 就知道封城有多惨了 这样子啊 好 来胡笑人真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一下 哎 今晚呢 大马又有一个网站呢 又会瘫痪 又会崩溃 又会崩溃了啊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啊 哎 呃 现在4月8号的网站啊 4月9号 就可以去看你的EPF的1万块的申请了 有没有批准啊 所以他讲说 你不用用你手机那个iaccount 跟你们有iaccount 你不用log in iaccount去看 他说 你也不用跑到 你不用说现在凌晨2点啊 你不要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半夜的嘛 不要给我冲到 KWSP的那个机器那边去按 不用 你也不要冲到那个分行 分行8月1才开 8月6离拜没有开 你直接进你这个网站 整个多让Cast呢 啊 一样的我 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网站 怎样叫常规输入啦 你的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的1万块呢 有没有获得批准啊 所以 有获得批准呢 应该是好消息的 所以 可能今天网站呢 这个KWSP的这个网站呢 又会崩溃了啊 哎呀 这个虎啸人神啊 就是这样子的 大马就是这样子的 也没有办法到 你家MICSATCHATRA一定要给新加坡的公司做咯 现在他出大事了嘛 现在他问我MICSATCHATRA没有下文 是没有下文的嘛 那币子给人家勾走了 啊 现在MICSATCHATRA就像那个南北大道这样子 啊 南北大道怎么处理 MICSATCHATRA就是那个下场 一模一样的 你家不要用 不要用 我看政府还要赔钱啊 政府还要赔MICSATCHATRA很多钱啊 我不知道那直接签什么contract 签那个 南北大道contract啦 啊 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啦 啊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啦 你家不用也不可以了 你一定要用的啦 新加坡公司新加坡公司 啊 你签了你要赔钱啊 新加坡公司很严格的嘛 啊 这个 总部到新加坡都落走嘛 输到你政府要赔嘛 赔几个亿回去给人家嘛 你都不要用的话 啊 就这样子啊 好了 这个政府东西我们不管啦 好了 所以 可能好消息啦 啊 那 4月17号呢 大家可以过更加正常的生活 然后呢 学校也会告诉你呢 那学校有人确诊 大家可以安心安心去读书 父母安心安心去中国 最后 有网友 看见那个教育部长这样子讲的话 他说 他终于了解 那个 那个黑人影帝 Will Smith 为什么会冲到台上去 啪 那个Chris Locke 他讲啊 我也很想冲到台上啊 去啪 教育部长 好啦 那我胡笑人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